《少林》的基本来养工是少林传统功夫的一种 主要是锻炼心、意及气 有助改善心境及强健身体 是学习少林传统功夫及修丞的基础 也可以应用于临床 辅助治疗、身体及精神的疾病 在那个地方由于过去有个道场很破旧 你到那个地方一边修行一边造这个道场 将来给社会广大居室打造一个精神家园 在闲时内也去采药 给一些上山来的居室、还有香客 也给他们看一下一些小的疾病 这个医学应该叫银学 就是一个银 这一个银它活在世上 首先你是有气 这个气摸不着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存在 这个残疑 它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一些故障 就像修车一样 把自己的身体部位修好 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事情 那它就因此物诈良 它就会产生这个故障 这个产生故障以后那就要医 怎么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残疑呢 它不同意中医和西医 所以蟬衣是很注重气 气的运行、气的理解 人因为工作的环境啊 工作压力啊 七情浪欲很影响人的气机的 身体于是乎就有了障碍了 所以蟬衣是很注重蟬衣就是气机 它跟中医和西医有些分别的 它分几个方面 第一首先要排除故障要自新 这个新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精神旺盛 身体健康 它的气脉就足 它吃一些食物 它就可以把它运化 运化吸收以后呢 它身体就无病就健康 但是如果吃的不合理 像过时一些过于辛辣的 像葱 这个辣椒 像蒜 这个姜 胡椒 这些对人体吃过多是有刺激的 是不利健康 这个 这个气化呢 主要是要身体吃五穀炸粮 蔬菜 水果 清新的清淡的东西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符合古人说的 少火生气 多火生痰 这个白菜 就是青菜豆腐保平安 你看这个牛羊吃草喝水 它也是标肥体壮 是吧 这个不一定都要吃过多的 这个动物身上的食物 可能大家对禅宝 这种挺难理解 但是 收禅 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 是很重要 那怎么收呢 就是 单单说 要做好人 要自在 要信恩果 可能是很难 令到你们会感受到 但是如果做几下功夫 做几下这个动作 能够理解到自己的气机的时候 身体很自然 很舒服的时候 很自然 的人就会自在很多 我自己的 为什么会觉得 禅宝衣是值得去理解 自己去学的呢 我想在座都有些人听过我说 去年 这个修行路都走了二十年 可以说是二十年的置物 这几个月是顿的 就发现二十年是很惨的 为什么不早点识呢 但是缘分就是缘分 没有二十年的置物 就不会懂得去珍惜 禅宝衣这个那么好的失恋方法 我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 他说没有办法了 医生都说没有医 那我接受他 接受是一个层面 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心理上可以接受他 但是高一个层面就是说 你有办法去舒缓他 去解决他 而禅宝衣能够给到我 一个能够舒缓人的身心问题 的一个途径 好像有一位朋友 腰骨痛了十几年 没有办法去接受他 但是自从跟着师傅的方法 让我们等一步 讲禅宝 怎样能够帮到很多人 舒缓到他心理上面 和身体上面的问题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受惠者 如果你们刚才有兴趣 可以回去看一下 《得健身心疗法》那本书 背后其实就是 讲了很多 那个疗法里面的原理 你可以跟着那本书做 你们的腰骨会不会那么痛 你们的胃会不会那么痛 你们思想会清醒一点 年轻了一点 很多人都说我年轻了